市面上有很多的鞋子有非常好的緩衝 像是氣墊的 像是一些很軟的材質 那它跟赤足鞋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比較給你看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Phoebus 襪鞋創辦人 我是谷民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氣墊鞋還有足弓墊 以及赤足襪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首先跟大家說一下氣墊鞋 它的由來就是希望用一個氣墊的方式 來幫我們腳做緩衝 那這個緩衝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就很像是我們踩在一個軟墊上 的感覺 那這種氣墊鞋啊 以前比較常出現在像籃球鞋 它像一個Air Max 全籃球鞋全部都是氣墊的 或是在後跟有一個很大的氣墊 它的用意呢 就是像我們的中鋒或是前鋒 我們常常在做垂直彈跳的時候 我們要很快落地 然後通常中鋒它的體重 也會比較大致比較重一點 所以它需要很強的那個緩衝力 這樣子可以減緩它膝蓋 以及腳底板的一些緩衝 那這樣的狀況呢 其實對於我們一般的行走來講 在一個軟墊上 其實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其實像我們如果在像要一些 輕盈性的 彈跳力的 或是一些靈活度的運作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氣墊的方式 所以說我們踩上去 它是會吸收能量 然後再釋放出來 吸收能量再釋放出來 所以說它在踩的過程當中 它會讓你有點像是吃掉你的能量 讓你的速度會變得比較慢一點 所以說氣墊的好處 它是在垂直的大重量的一些緩衝 那如果你是要彈力彈跳的 我覺得在這個氣墊的反應上 就會比較難去推動一點 所以氣墊 尤其是它做在前腳掌的時候 它在踩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它的設計上使用度 就會比較沒有這麼的優 這是我自己的感受 所以氣墊如果做全腳掌 它就會又偏重 那另外是氣墊它有一個狀態 就是因為它的回彈其實是很快的 因為它只是一個墊子 你越壓縮其實它就越有力量 它就像彈簧一樣 你壓得越緊 它的力量是越大的 所以它回彈的力量會越大 它會因為你的壓縮而變大 所以這個跟那種發泡材 像EVA的發泡材 或是像我們這種PU的發泡材 它的特性又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它對於大重量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因為越重它的力量越大 可是越像一些輕盈的人 它其實你壓也壓不下去 那你要它壓不下去 那你要它的彈跳 又彈不起來 其實所以說 對於一些比較大的 是這樣是比較好 所以對輕盈的話 我覺得這樣反而是一種 比較沒有這麼好的一個設計 這是我個人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對於像足弓墊 或是說一些墊子上面做的一些 補強的設計 這樣的看法呢 因為足弓墊它的設計就是為了要讓你的腳整個的穩固起來 那穩固起來的時候 在幾種方式是適合的 第一個的時候就是你站立的時候 你站立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一個碗弓的方式 去讓你的腳站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其實不會做移動 那如果你有辦法這樣子站著 它直接站著 它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它才把你定位 那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在做一些 如果你有在做跑步的一些競賽的時候 它讓你可以增強超越你原本的個人能力 所以它幫你稍微穩固一點 你可以去往前衝 然後讓你直線力度比較更好一點 所以說你在穿著一些足弓墊的時候 如果它不會過度按摩的狀態底下 如果不會按摩過度 不會過度按摩的狀況底下 它可以讓你前進的更好一點 這個是足弓墊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家的刺足的方式就是 它既沒有這種氣墊 也沒有這種足弓墊 它就是讓你在你的腳桿上面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你踩在哪裡 那你可以知道你的腳 甚至你的腳踝 以及你的腳譜 它的運作模式到底在哪裡 所以對於氣墊鞋 以及足弓墊 有可能你在超越你個人能力的時候 它可以給你一些保護性 這個時候通常是在競賽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回到你平常的訓練 或平常的穿著 你應該就是可以給它一個比較空的 一個範圍比較大的空間 讓它去適應 去感受你的腳的狀態 這時候你穿上回去 像有一些氣墊鞋啊 或是像有一些足弓支撐的 像這種鞋子穿上去之後 你自然而然 你就會知道怎麼去操控它 怎麼去使用它 這個就是三個的不同 各有優缺點 也不是說哪一個比較好或比較壞 你應該要選擇適合的場景 選用適合的鞋子 來做適合的事情 這也是我們開發這些鞋子 以及選用這些材料的過程的一些理念 說不定我們未來也有可能會跟主供電 也有可能會跟氣墊合作 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可能會推出不同款的鞋子跟需求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這樣的腳感 可是又有喜歡什麼樣的功能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說不定可以都來做一下創新一下 誰說赤竹就不能跟這些人搭配呢 這些功能其實有時候加上去 或許會有異曲同工之妙 會有一些新的火花 以上是我對足弓 還有氣墊鞋 還有赤竹的一些分享 如果大家對我們其他的內容 有其他的興趣以及分享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點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會在LINE裡面一直做推播 所以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 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 ill 這個 超好 也謝謝大家 啦 大請